历代至下第35章 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纪念耶和华 正月十四日,他们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王指派各祭司的职务,又鼓励他们去做耶和华殿的事务 他又对那些教导以色列众人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的立位人说 你们要把圣约贵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 不必再用肩膀扛台 现在你们要服侍耶和华你们的神 服侍他的子民以色列 你们要按着家族和照着班次 根据以色列王大卫所写的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 自己好好预备 你们要按着你们的亲族这平民的家族的班次 势力在圣所 每个班次中要有几个立位家族的人 你们要在逾越节的羊羔 洁净自己 为你们的亲族预备一切 遵守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话 于是约西亚送出绵羊羔和山羊羔 共三万只 还有公牛三千头 给所有在场的人民做逾越节的祭生 这些都取自王的财产 约西亚手下的众领袖 也自愿把祭生送给人民 祭司和立位仁 又有神殿的总管 希勒家 萨加利亚和爷先 也把羔羊二千六百只 和公牛三百头 送给祭司 做逾越节的祭生 立位仁的领袖 戈南亚和他的两个兄弟 士马亚和拿坦叶 以及哈沙比亚 耶利和约萨拔 也把羊羔五千只 和公牛五百头 送给立位仁 做逾越节的祭生 这样 侍奉的职务安排好了以后 他们照着王的吩咐 祭司站在自己的岗位 立位仁也按着 自己的班次示例 立位仁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从他们的手里 把血接过来 洒在坛上 立位仁剥了祭生的皮 把做繁祭的部分拿去 按着各家族的细别 分给众名 使他们可以照着 摩西的书上所写的 奉献给耶和华 奉献公牛也是这样 他们按照规矩 用火烤鱼月节的羊羔 其他的圣物 用锅 用斧 或用尖盘煮熟 迅速地送给众民 然后他们才为自己 和祭司预备祭物 因为做祭司的亚伦的子孙 忙于献上繁祭和脂肪 直到晚上 立位仁才为自己 和祭司亚伦的子孙 预备祭物 歌唱的亚萨的子孙 照着大卫 亚萨 西曼 和王的先见 爷渡顿的吩咐 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守门地 看守各门 不用离开自己的职务 因为他们的立位亲族 为他们 预备了祭物 这样 当日一切 侍奉耶和华的职务 都安排好了 就照着约西亚王的吩咐 守渔月节 和在耶和华的祭坛上 献上繁祭 当时 在场的以色列人 守渔月节 又守除孝节七天 自从撒姆尔先知的日子以来 在以色列中 没有守过像这样的渔月节 以色列诸王 也都没有守过这样的渔月节 像约西亚 祭司 立位人 由大众人 和在场的以色列人 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守的 这渔月节 是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守的 约西亚整理好圣殿的一切事以后 埃及王尼哥上来 帮助靠近右发拉底河的加基米师 约西亚就出去阻挡他 尼哥差派使者来见约西亚说 尤大王啊 我和你有什么不对呢 我现在不是来攻击你 而是要攻击和我交战的那国家 并且神吩咐我要赶快 你不可干预神的事 免得他毁灭你 因为神和我同在 约西亚却不肯离开他 反而改了装要和他作战 不听从神借尼哥所说的话 于是他去到米吉多平原和尼哥交战 弓箭手射中了约西亚王 王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把我带走吧 因为我受了重伤 他的臣仆把他从战车上扶下来 放在他的第二辆战车上 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去 他跟着就死了 埋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人 都为约西亚哀悼 耶利米为约西亚做了哀歌 所有歌唱的男女都唱哀歌 哀悼约西亚直到今日 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 这歌记在哀歌书上 约西亚其余的事迹 和他按着耶和华律法上 所记而行的善事 以及他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以色列和犹大猎王纪上 留下来 感谢观看